昨天有一个用户来到我办公室 上来就要买呼吸机 我跟他仔细聊了一下 看了一下他的情况 其实他的情况 我是不建议他买呼吸机的 我直接就劝退了 劝退的原因有几个 第一个呢 他这个人的打呼噜是属于良性打呼噜 而且他人本身就不胖 他良性打呼噜呢 而且也没有明显的症状 白天四岁这些症状几乎全没有 良性打呼噜 而且声音还不是很高 所以说他买呼吸机根本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呢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用了呼吸机15年了 感觉带了之后白天精神特别好 那个朋友跟他说 带呼吸机白天精力就好 我当时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那个朋友体力是中毒 如果不带呼吸机 肯定是有白天四岁的问题 他带了呼吸机 纠正了他的全阳饱和度之后 他睡眠结构完整了 所以说他感觉白天精神超级好 就是说是我们呼吸机解决的是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 当然了也有部分用户他确实是由于打呼噜 比如说影响老婆休息了 这个是可以用呼吸机的 如果说是你只是轻微的打呼噜 也没有影响别人 自身又没有问题 为什么要买呼吸机呢 所以说我当时就把他劝退了 我说你不需要呼吸机 你带了呼吸机 不解决你任何问题 甚至还有可能会延伸出来一些问题 比如说入睡困难 是吧 所以说我当时就把他劝退了 就说找我买呼吸机 我要先把你情况搞清楚 搞清楚之后 我们一起去解决一个问题 朝着这个问题的方向去出发 解决掉它 是机器能解决的 在这都不是问题 但是也有人带不好呼吸机 那机器是不行的 那呼吸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好了 我呼吸机叫人悦歌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